我覺得他的人在 有一種光 而且要做每一件事情 都很幸福 國民姐夫Akira光臨 林昕如楊錦華等人 經營的寵物友善民宿 萬能的他 從廚房切菜 到布置狗狗聚會的場地 都難不倒 OK 手 OK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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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針對狗狗體型 把食材切成合適大小超貼心 他也透露平時也會 親自準備兒子的副食品 讓一旁的林昕如大讚 這次任何挑戰來者不拒 蠻想看姐夫跳一段了 我希望我們必須要站起來 大秀一段任務 大家瞬間化成迷妹迷弟 還就大家一起跳 姐夫超freestyle的 我們也很想跟上他的節奏 但是因為你知道嗎 我個人是屬於 比較肢體不協調的 我其實是一歲多耶 我女人不建議姐弟戀 爸爸會建議啦 阿Kila 林志玲孩子太可愛 林昕如還自見要結為親家 現場超歡樂 這回餐飲總監周星哲告假 大廚張廣誠挑大樑 沒想到把掉落的麵包 沖洗後再拿去烘烤 被陳浩森虧是最獨特的廚師 兩人一起製作寵物鮮實 迎接狗狗貴賓的到來 TVBS新聞周一鋒 紅天一條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